廣州南沙民心港人子弟學校 舉行新學期的開學典禮 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出席並致辭 廣州南沙民心港人子弟學校 新學期開學首日 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 清早抵達學校 他巡視校園獲學生贈予新年小禮物 新學期在和諧歡樂的氣氛中拉開序幕 典禮開始 梁振英在一眾師生的掌聲中步入禮堂 同師生同唱校歌 並上台致辭 梁振英表示 新一年學校將為港澳台同胞 華人、華僑及外籍人士等學生 提供更融合的學習環境 和更多元的課程 梁振英在致辭中 亦都提及到學校新學年的工作安排 其中包括舉辦系列講堂 邀請各行業的頂尖專家 來到學校演講 托歡學生時夜 希望同學們能夠 在他 計劃他的 未來的事業發展 人生 各個方面 能夠想得 大一些 高一些 軟一些 這個就是我們 往往說的大格局 內地和香港恢復通關在職 梁振英表示 通關對學校的私資招募 姊妹學校交流等多方面 帶來積極影響 學校計劃在通關後 組織和香港姊妹學校的互訪交流活動 加深青少年對祖國了解和認識 培養學生的中國心和世界觀 廣州電視 記者報導 李宗盛 李宗盛 李宗盛